大家好, 我是通少 歡迎來到通知廚房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 如何做一個完美的西式炒蛋 一個美麗的西式炒蛋 炒出來後, 帶一些濕潤 香滑, 而不是一粒粒 乾真真 西式炒蛋要用的材料很簡單 在螢光幕, 大家會看到所需要的材料 好了, 輪到做法 其實這個西式炒蛋的方法 非常簡單 首先在鑊裡, 先放兩隻雞蛋 在這個時候, 不需要開火 我們將兩隻雞蛋打完之後 順便加一半的牛油 然後, 先開中火 然後, 先將蛋和牛油攪勻 你會看到, 蛋開始瘦熱 慢慢開始成形 看到嗎? 開始越來越稠 開始會凝固, 成形一粒粒 看到嗎? 開始越來越稠 搞到這樣的狀態 就差不多了 即是說, 蛋現在還是半熟的狀態 這個時候, 要加入牛奶 還有, 加上剩下那一半的牛油 然後, 滑蛋一起攪勻 混合好 再炒多一會 再炒多一會 滑蛋已經有八成熟 加上牛奶和牛油 最後加進去之後 就能夠保持到這些滑蛋 很濕潤 這個時候不要再炒下去了 否則就會過腦 這個滑蛋應該是帶有少少少流質 這樣的狀態就最好 炒好的滑蛋, 它自己本身還有些魚熱 會整熟一些蛋 所以千萬不要炒過腦 八成左右, 撞上碟 配麵包一起吃 就是一流的 西式滑底做得好 記得要保持 蛋本身要夠濕潤 千萬不要炒過腦 差不多炒半成的時候 加上牛奶和牛油 就可以做到這個很好效果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